在这个鸟不拉屎的荒郊野外,却蕴藏着大量的宝藏,数不尽的黄金被开采出来,老一辈的矿工,在这里开采了将近两个亿的黄金,一群男人打着实现财富自由的棋子,要在这块蕴藏丰富黄金的地方,逃到400盎司,在这个收获的季节,他们历经四周的开采,目前总收获131盎司,相当于25万美元,逢收时是喜悦的,但是问题也在不断的衍生,大夫花费25万美元购买的设备,却被一些大的鹅卵石所困扰,由于顶部的筛子会让 一些石头卡在中间,堆积的过多后,会严重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转,大夫建议把上赛季淘汰的料斗拿过来,虽然有些老旧,但是上一年的料斗从没掉过链子,淘金小队每个人都各司其职,任何人的离开都会让淘金工作停止,于是大夫派杰西去800公里外的鸟眼块,却拿老旧的料斗,俗化出乌鲁偏逢年夜,就当大夫检测水闸的黄金时,突然摸到了大量的泥沙,这是个非常糟糕的问题,如果泥沙过多,会导致黄金 他无法再凹槽停留,原来是炎炎烈日时的蓄势池水位下降,抽水泵把大量泥土抽了上来,内森告诉大夫,幸亏你发现了吉时,如果抽水机长时间抽不到水,这会让价值9000美元的抽水泵直接报废,这便是他们通往财富自由路上的绊脚石,大夫计划将排放的污水回收一部分,并用干净的淡水箱结合,来满足设备的供水,内森作为一名专业的机械师,安装这些零件对他来说显得游刃有余,有了水的加持,内森启动了淘起设备 大夫对自己的计划很满意,现在淘金小队又恢复了运准,毕竟淘金设备每小时,能给他们带来1000美元的收入,由于节袭去鸟眼矿去拉料斗,大夫便喊来自己的妻子雪莉,来负责黄金分离,看雪莉认真干户的样子,想必晚上大夫没少教他淘金,就在这时矿地的老板突然来访,大夫看到他一脸嫌弃,因为大夫在赛季开始之前,在蓝色的地盘选到了一块好地,但是蓝色建立妄议,看到大夫在自己的地盘,检测到大量黄金后,硬 生生的把大夫赶了出去,好在蓝色这次来没有恶意,并给大夫介绍了一块新地皮,蓝色的叔叔几年钱买了一块地皮,由于自己年事已高无力开采,便想着快速变现提前养老,显然大夫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赚钱的机会,大夫表示,如果黄金能够达标价钱都是小事,但是经过检测,淘金盘利的黄金令大夫只想赶紧离开,经过三天的车马劳顿,阶西将老旧的料斗,从800公里外拉了回来,多一层多一个保障,先用旧料斗将沙土筛选一次,然后通过 传送带送往新支配里面,双层的筛选能让设备淘洗得更加干净,从而能捕获更多黄金,由于没有吊车,只能利用现有的机械机行安装旧柜,杰森驾驶挖掘机将设备高高掉起,然后就是慢慢的停移,任何的事物都可能让旧设备直接报废,所以杰森要非常小心,杰森要将52英尺的设备从50英尺的间隙里穿过,尽管已经非常小心了,但还是不小心蹭到了旁边的土堆,人手不够杰森就喊来凯西,凯西刚想过来帮忙,却没 没想到二人再一次吵了起来,好在全能的内森驾驶铲车,将设备安装完毕,一切就许,设备又恢复了正常运转,有了旧料斗,克里斯再也不用开挖掘机了,铲车是他的拿手绝活,克里斯表示,凭自己的铲车技术,可以将料斗未到拉锡,没有什么问题是淘金小队写却不了的,现在无论是人,还是机器都在全速运转,经过这么多磨难,艰难的一周总算结束,大家检查着电子上的黄金,有了旧料斗的加入,让电子上的黄金多了不少, 是时候见证一周成果的时候了,众人都期待着称上的黄金,毕竟每个员工除工资外,都有5%的分红,将全部的黄金倒在称上后,称上显示42.1盎司,这无疑是对大家一周心情付出最好的回报,仅仅一周的时间,便赚到了83000美元,折合人民币54万多,平均每天1万美元,如此的收获你心动了吗?